Hello 大家好,我是 Larkus 我們已經一年沒見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件事 一樣我每晚都會用的手機 App 沒錯,既然是手機 App 先說明這條影片不是贊助 因為我還未有這樣的本錢 我真是開心分享給大家看 我最近真的每晚都會用的手機 App 這個 App 叫甚麼? Endo Apps 到底 Endo Apps 是一個怎樣的 App 首先是一個音樂的播放軟件 主要是播放放鬆、睡眠、冥想類別的音樂 或者在這個時刻你會跟我說 Apple Music 或者 Spotify 等等 只要你在 Search 找回 例如 Relax 、 Sleep 這些鍵詞 都可能找到一些很 Chill 很舒服的音樂 可以幫助大家放鬆的心情 為何我還要去選擇這個音樂 App 當然有它的獨特之處 當大家下載這個手機 App 的時候 一打開,大家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介面 在這部分,大家只需要向右手畫兩下 到最後一部分,它會要求你 Sign In With Apple 和其他選擇 這部分我們可以先按下 再來,它會跳進去整個 App 的主介面 大家會看到下面有五個圓能力的公仔 這些五個公仔 分別是五種不同的音樂風格 例如我可能按下 F 會變成 Focus 的風格 又或者最後一個 S 便是 Sleep 來的 慢慢我都會用這個 Sleep 的風格 在我的 iPad 播歌 令自己睡得舒服一點 其實你下面會看到 Deep breath, Chill 在你的手指向上按摩 你會看到十梯度有不同的風格 會令你的音樂更強 例如你想在 Sleep 的過程中 更加 Chill 的話 你可以按 Chill 一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Time Setting 給你 例如我想它播十五分鐘 一按 Start 你會很明顯地聽到 整個音樂風格已經改變了 其實 Endo App 還可以給大家設計時器 我每一晚都會用我的 iPad 播音樂 可能會設定大約一個小時 它就會自動播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它就會自動播放 我便完全不用怕它會否播放 Overlight 播到無電 之類的東西 再來 不行,等等 真的說到口水都乾了 最近天氣冷了 要多喝點熱水 不如走走走 說到很累 站在這裏,整個人立即舒服了 最後一件我要說的是 其實這個 App 並不是免費的 App 它一開始有七天的免費使用 其後便會收你好像二百元一年 雖然我說到這個手機 App 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功用真的很因人而異 就我為例 每一晚都很喜歡習慣地 將 iPad 放在枕頭邊 然後開著這個 Endo App 來播放一個 Sleep 系列的音樂 我其實聽得很舒服 睡得很舒服 只能舒服到第二天早上起不了身 百多個鬧鐘都吵我 但如果你是不喜歡睡覺時 有音樂乾跳的朋友 其實這個 App 可能就會有點敏 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影片 記得留意完給個 Like 順路可以 Subscribe 同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發現我真的蠻喜歡十十八這支鏡 應該沒那麼肥 剛才那支 拜拜